現在很流行大家都反正選前都說我絕對把他幹完 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都一樣 但是每當選舉的時候大家屁股拍一拍 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很不想去但是沒辦法 因為總統什麼國家需要我講幹話 然後他又拋棄了這個市長 然後他上去當行政院長或當什麼像我們陳菊市長 或當什麼發言人或當什麼雞巴毛 你如果去保證你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這次選舉是一碗滷肉飯加上一瓶礦泉水 我講得很清楚一瓶礦泉水的選戰 在這種狀態之下綠大於藍 而且已經在野二三十年了 能夠選贏高雄市長 想想看高雄市民對我有多大的期待 真的有多大期待 如果我做的不好我貪污歪勾 做了一半這個六字大吉酸 我怎麼對得起詢問詢 如果我被徵詢的話我的答案 會是YES I DO YES I DO 為天下蒼生嘛 這個還有什麼好講 他跟國瑜講了一席話 我真的覺得齁 你這個人不但背信忘義 又透顏無恥 我只能用八個字來形容你 卑鄙無恥下流龜 真的是這樣 來啊我可以跟你嘴啊 你跟青年論壇你跟青年講什麼 年輕人問你說 請問一下齁 你市長沒有當滿了你就落跑 你說什麼 你說行政院長 你說立委 你說外國歐巴馬都曾經代職參選 然後你說你沒有違法 你是合法的請假 我們把時光繞圍到2018年的 你跟我做直播的那個月份 你知道直播裡面 我先頭是對你提出了一個疑問 請問你會不會像其他人一樣 落跑酸 然後代職參選 你說不會像他們一樣 你我再講一次 幹你娘你他媽無恥到這種情形 你都忘記你自己講過什麼話了是不是啊 蛤 我講一句話就好 你國民黨來回答我嗎 我那時候明明問他說 你 會 不會 像 這一些人 落跑的人一樣 我這些video都留在我的 直播上面你可以去翻 我跟韓龜做直播做問 我說 你 會 不會 會 像 這些王八蛋 一樣 落跑 參選 你說不會 如果你落跑的話 你就怎麼樣怎樣怎樣 酸的話你就對不起選民 你昨天親人論壇講什麼 這些人都落跑所以你要落跑啊 這些人都有落跑啊 韓市長 我當年明明問你說 你會不會像這些人一樣 你不會 所以我們才選你的 選上你之後 你又說我要像這些人一樣 幹厲害 厲害 厲害 我知道我順便幫你講啊 我來做館長的直播我有白紙黑字寫了嗎 我來做館長的直播我有白紙黑字寫了嗎 你的理論嘛 沒有白紙黑字都不算嘛 對不對 我跟我老婆啊 我要幹我老婆啊 我要幹那媽我前女友啊 我相信每個男生都一樣啊 幹女孩子的時候 要不要簽切切書 我愛你 白紙黑字寫下來 我愛你 我愛你一生一次 白紙黑字請律師來見證 還要送法院公正 以後要打拋 以後你要幹什麼 小姐 不要 親愛的 恩 給我 可是 人家還沒跟你結婚 我跟你講 我愛你一生一次 我真的很愛你 結果你就他媽上下起手摸啊 幹完了之後啊 女孩子都問你說 恩 那什麼時候我們要辦婚禮呢 幹你娘啊 有沒有白紙黑字寫了啊 哎呀你這個人怎麼這樣誰教你的啊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憨國瑜教我的 有沒有白紙黑字嘛 有沒有白紙黑字啊 有嗎 沒有 沒有幹的就幹的不然怎麼辦 人撈就撈 能幹就幹能騙就騙 不然怎麼辦 不然怎麼辦 幹了就幹了 不然怎麼辦 怎樣 有白紙黑字嗎 有嗎 誰叫的 憨國瑜